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國行電訊Youtube頻道 今天要介紹的是Rubia Z17 mini 早前我們都很詳盡拍過一條片,十幾分鐘 都是介紹Z17 mini的 當時那部機是用國內Warm加Google Play 現在眼前這一部就是國內版的Z17 mini 但是我們就flash了做國際版的Warm 所以我們先開機來看看這個國際版的Warm 我們可以選擇,同樣是多國語言 我們選擇中文香港 下一部,掠個,再掠個 不需要先 這裡可以我們再掠個 同樣,暫時不要 暫時不要 再下一部 再下一部 找它 那進來了,這就是國際版的Warm UI 非常乾淨 但是我發現少了Rubia相機家族 大家記不記得 在這一版 就是這樣畫過來 這一版是有很多相機家族的 而國際Warm 就是沒有了相機家族的 所以這一點大家需要留意 我們把出廠的保護貼 撕開了 撕開了之後 你會看到螢幕真的非常漂亮 現在這部國際Warm 除了少了相機家族 其他的大致上都差不多 但是出廠的apps 應該會少了少少少 放近一點給大家看 除了這些是出廠apps 有很多新聞 這個新聞同樣可以刪除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我們打開給大家看 這裡有些主題 以及你可以登記你的帳戶 還有這個鍵盤 這個是鍵盤 這個是鍵盤 我們試一下Android Play Android Play 拿一張相機卡出來 對準一張卡 對準一張卡 同樣可以吃到一張Curdy卡 白達通也試過 但現在那裡比較難 還有呢 在白達通之前 你要開啟NFC 除了你要按啟動NFC這個鍵盤 記得下來這裡 激活讀卡模式 這個都要開的 要不然就不成功了 NFC就在上面 對準一張卡模式 終於刀到了 比較難刀少少的 我發現這個國際Warm 這個版本 那個Filmware 比較難刀少少 希望透過後期的升級 會有改善的 即是這個白達通 不用刀那麼多次 才可以刀到 我就記得 國內Warm 那個白達通 即是刀而言之 是刀到的 即是沒有這個 那麼難刀 我們看看這個Filmware 是什麼 去回設定 關於手機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Filmware 是最新的206 我也上網查過了 是206 暫時是最新的 希望日後 透過Filmware 升級 那個白達通 對白達通的功能 會有所改善 Android Pay 白達通 我們都試過了 正常這個OE Pay 都是OK的 如果你有用開的 就能登記你的帳戶 大致上 最主要是 講回 這家Z17 Mini 無論是4GB RAM 或者是6GB RAM 都可以轉為國際Warm 大家如果想要看之前的介紹片 那條片是17分鐘的 如果你要看詳細的介紹 你可以進去YouTube 搜尋我們公司的名字 那這裏有一條片 是2417 Mini的 那就是這條片 那這條片 非常詳細的介紹 2417 Mini的功能 和外觀的 好啦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那大家要記得 要買ZRubia Z17 Mini 需要改國際Warm 也好 如果不需要改國際Warm 要安裝Google Play 都好 都可以聯絡我們國行電訊 那我們有Facebook 國行電訊Facebook 電話是97.643200 或者Whatsapp 我們都是同一個號碼 好啦 那下次再見 再介紹個其他手機 再見 拜拜